107年中央公告全国国土计划至今 各地方政府自110年4月30号配合公告实施 但南投县内许多的民众对于国土重新分区分类仍然感到疑惑 县政府地震处为了确保民众自身权益 自2月9号起派专人在乡镇事工所受理咨询 这个国土给农民感觉多些烦恼 这些人感觉我的土地是小于什么土地 可以用什么 现在问一问 新政府派小姐来给我们问 我们很安心 也很感恩 很理想这就是让我们不用照 让我们农民可以变得了解 如果没有宣传 没有什么 我们也没有设置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没有这样让我们了解 我们不知道到底现在是要进行什么事情 我们都没有了解 这样是很好的 地震处地用管理科林峰文科长表示 为了解决民众的担忧 县政府即日起已陆续在埔里仁爱等地 以及于3月3号在草屯镇公所 3月9号至10号在中疗乡公所 另外3月16及17号在县政府地震处都派员服务提供咨询 如果说被划入国土保育地区第一类的 其实如果原来如果是做农牧用地或是说做合法的用途的话 在将来的国土计划实施以后都还是可以维持原来合法的使用的权力 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就是说如果一些比较高强度的使用的话 像农牧用地上面它被划入国土保育地区第一类 那要做那个农业加工厂这一类的 那可能就是会限制会比较多 地震处表示 有关国土重新分区计划 对于大部分民众的影响有限 民众如果真的不放心 除了可以到各乡镇事工所咨询之外 县政府也有专线为您服务 请大家安心 记者曾光佑 郭信香采访报道